嘟嘟好吃 他們家嘟嘟沒有到位喔 哪天如果連各大超商的 三四個都賣光了 那就代表真的要 小三五塊 對 那一定要買店家的啊 真的假的 大家好 我是阿妹 歡迎收看這一集的 大胃王來了咪 今天選了四樣 人氣的超商美食 要對抗的是店家食物 到底是微波食品 比較優 還是現點現做的 會略勝一籌 我也不知道 Anyway 我們今天來吃看看啦 這個的香料味比較重 感覺有泰式的FU 然後 這個椰奶比較多 感覺它整體味道 應該這個會偏甜 那我要先來吃這個 既然要來盲測 我們要嚴格一點點 吃看它的米 它的米應該是一般台式米 炒肉菜是可能會配一下 泰式香米那一類的 整體還不錯耶 香茅的味道 還不錯吃耶 等一下換這一個 這個光看呢 它就贏在它的肉的大小塊 它的肉 很大耶 大到一整盤 大概有一半以上 有一半都是肉耶 你看看它會不會是泰式香米 哦 這個呢 泰式香米好吃 這個味道 小孩子比較會容易好入口 這個香味比較多 比較適合大人味 兩邊平平起來的話呢 我覺得如果要吃 異國美食的話 這個比較可以 略勝一籌 這個就比較像是 一般我們可能在店家吃的料理 它的比較大眾化 不過它裡面的料 很多 口味的話 可能這個是加一分 如果再來要選的話 可能再來就是要選價格的方面了 然後他們家的香米也不錯吃耶 好想知道兩個各賣多少錢喔 70對抗150 那150一定是這個了啦 這個肉多的這樣 但是這一道呢 可是我個人是喜歡的 所以我OK 那有些人可能是看到它有豆豆 就轉頭就想走的那一種 但如果我自己吃的口味 應該會偏愛這一道 它的口味比較大人味 一定是這一道是超商美食 這個我覺得好吃耶 超商可以做到這樣 我覺得算不錯了 而且兩個擺在一起 其實份量 撇開這邊的肉不說 它裡面的醬汁的味道 其實是我覺得超商的 不輸店家 店家真是贏在它的肉真的很多 還好我不在那邊鬥鬥 不然就不會加一眼 如果超商的這個米啊 就是泰式蝦米的話 這樣搭過來 也很不錯耶 可以 超商很厲害 它可以把那個香辣味做得那麼重 然後帶點微辣微辣 很好入口耶 感覺輕輕鬆就可以把它這個吃完了 這個小孩子一定可以吃 甜甜的 肉都那麼多 豆豆好吃 它們叫豆豆沒有豆味喔 這也不能說 哪天如果連各大超商的 三色豆都賣光了 那就代表真的要 還有OK啦 這個肉量真的很多 分量十足耶 蛋糕會手酸的那一種 完食 那這是台灣人的改良口味 台式綠咖哩 這個就比較 真的有點正統了 超商贏了 各方面 那顏色 味道 辣度 它整個香料的氣味 還有這個濕潤度 超商加一分 完食 第一道的菜式綠咖哩 超商得一分 光是看到 右邊這一盤的顏色 就贏一半了 你看看 這個色澤香氣 頭髮先吃 香 這個偏淡 糟糕 覺得這一輪 這一輪在我心目中 它光是色香 就先贏了 接下來就是味道的部分 色香味 起碼都有到80分的地步 沒有什麼 麻辣的香氣耶 是我吃太辣還是我手都壞掉 我再感受一次 這一局 這個 大獲全勝 味道濃 醬汁多 豆腐大塊 然後呢 辣度跟香氣都不要出來 這味道很像是 辣色 一邊是60元 一邊是65元 差差五塊 對 那一定要買店家的啊 你猜店家是哪邊 對 肉手邊 包裝是哪邊 真的假的 哇塞 我還以為 你知道 即上一盤的考量 上一盤的意思 肉多 料大 應該是那個店家的才對 所以這局我以為 它的豆腐那麼多 然後呢 味道要那麼重 應該是 它才是店家的口味 沒有想到 我還以為 即上次 剛剛那一局之後 應該它是店家才對 千萬不能 外面要收工庇 這一盤是我大意的 老闆這樣不行 老闆 不用再65元 要怎麼跟人家比 把白飯撈一點過來沾 我是因為不想讓它吃 這一道我覺得它就是一個 肉燥豆腐燴飯 麻婆本人不在這 好 這最後吃 隨機來是它 但是這很好耶 因為這樣代表你全選都吃得到耶 全選 連外島都吃得到 這一定要買一下 這無庸置疑 這一定要買一下 好好吃喔 這光看顏色就 色香味俱全 它的花椒味有 但是又不到 嗆跟辣 就它的辣會讓你的可能 喉嚨這邊會稍微有點熱熱熱熱的 但是不會讓你的嘴巴整個是 刺啊 痛啊 或麻的那一種 這兩個的辣度啊 它的辣度會再高一點點 但它的辣呢 顏色不對還是怎樣 就是它有辣 但是又少了一個什麼東西 香氣嘛 它是顏色的視覺感 就覺得不夠 然後豆腐就太碎了 稍稍的辣油比較多一點 顏色很出勁的食慾 我們還有兩回合 再看一下 到底是哪一邊的美食最好吃 好 下一回合 接下來呢 就是兩間PK麻油雞飯糰啦 那我要先來看一下 剖一下裡面飯糰的內容 到底有什麼東東 好 首先我這邊 不得了耶 你看它的麻油雞飯糰 哎唷呀 一整塊的麻油雞啊 整塊的唷 這沒有拿來兩邊比較那種 有比較才有傷害 再一比就發現 這個傷害可大啦 一整塊的雞肉耶 這個 先飲一半 你把內容料方面 他先贏了一半 好 接下來我們看另一個 它看是顏色比較深 然後呢 好像會比較入味一點點 但裡面的肉呢 它的飯的顏色很深 搞不好它的味道比較濃 有沒有 我們來試看看 我先試這一邊 感覺它的顏色頗淡 看看它的味道如何 還是它可能只有那個 肉是大好看的 但可能味道不怎麼樣 所以我們還是要吃看看 很柔軟 有麻油香 淡淡的 不太有其他的味道 料的話呢 一塊雞肉 少許的香菇 不難吃 但是呢 沒有太大的記憶點 對 好 換這個看看 這個 人家還有第二塊肉啦 只是比較小塊 剛剛看不到 整體來說 它的味道比較濃郁耶 然後呢 酒的香氣有衝到的感覺 然後肉的話只有兩塊 但是它裡面的香菇啊 比它還要有口感 所以如果說 以味道來說的話 它取勝 但是以內容物 大的多少的話 是它取勝 但味道是這個比較濃郁 我吃到它的雞肉 我最害怕的乾雞肉 看到那上揚的嘴角 這知道它的肉超嫩的 肉是這個好吃太多了 但味道呢 是這個濃郁太多了 這兩邊看怎麼比 看價錢怎麼樣好了 這一個的話飯糰多少 這個 它們有多少耶 我太喜歡酒的味道 比較重一點 嫩的話 可能比較適合吃這一款 這一款很像是入門款 這是升級版 升級版 這是2.0 然後它的咕咕 比較軟 它的比較有 Q 咬勁的感覺 這我選 我會選哪一個呢 我可能選這個耶 你看它的雞肉太嫩了 好好吃 這個肉就是 減重的人 你只要吃這種的 你的雞肉 雞肉 而且沒什麼 雞肉 你怎麼知道 這個肉很乾啊 對 這一家是 這家是 這一家呢 小七又再吃贏了一回合 真的太巧了吧 那個肉那麼大塊啊 蒸蛋湯 剛剛蛋是我超愛的食材之一 好 那我們來吃一下 蒸蛋耶 我超愛蛋的 我們 這個好日式 這個好日式 這個還有那種日式茶碗蒸的feel 裡面有那個 柴油 柴油 不是柴油 柴魚 跟醬油 這碗我喝 這碗就只有聞到高湯味 然後這個應該味道比較大 我來試一下 湯甜甜的 但沒有到 不像這個 剛剛聞起來還有那種 醬油的那個 不過蛋的本身也還滿嫩的 然後很稀 很稀湯汁 好像不錯 這它本身呢 體型也比較小一點點 不過這蛋肯好滑嫩喔 這蛋 它沒有任何的氣孔耶 沒有任何的氣勢 光光滑滑的好像很鼓溜 像布丁一樣 吃一下 它怎麼就像布丁一樣的滑順耶 鼓溜就進去了 這個它還有氣勢 所以它的蛋呢 口感比較粗一點點 這個教育是多少對多少 你如果是要吃金子 你來挑一種 你如果是要吃比較白的 比較大的 你來挑一種 這個 這個一定是店家做的 像這種那麼細緻的 骨粒蛋 通常都是店家 沒話說 這應該是店家了吧 對 是不是 終於 剛被麻婆豆腐蒙了之後 它有一個盾子有點猩猩 身受打擊 還有這久搬回來 它裡面的料又多 它裡面還有那個 魚 魚肉塊啊 還有 還有 肉類 這也還很聰明 這個應該算是那個 日式藥禮店有沒有 你可能做東西的周邊 切下來的食材不浪費 然後把它丟在 蒸蛋裡面 就可以 加量 然後呢 可以要多一點 讓客人吃得飽一點點 而且呢 口味也多 多層次 這是日式料理店吧 對 是不是 它雖然說蒸蛋比較小 可比較少 但裡面的料超級多的 可能我們吃到那個 蝦子啊 魚啊 都切得算是大塊 還不錯 50塊我覺得OK了 然後超商的話呢 就是蛋很大 但是沒有剛剛 這麼的細緻口感 那裡面還是有些料 這個 也挺大塊 我們不要看超商沒有 超商也是用料的 下本的 也不錯 也不賴 但是它整體感覺呢 就沒有到日本料理店 如此的精緻 如此的細瓜 然後這麼的滑溜 它就差了一點點 那49塊的量也很大 所以呢 我覺得CP值來說 也可以 它的肉很像那個 就是有裹粉 有抓過粉的感覺 也不錯吃啊 不用咬 你大概呢 可能舌頭這樣一頂 一捏 它就化掉了 秒殺 吃完了 那我們今天呢 一共有四個品項 八樣評比 第一回合呢 贏的是店家 超商贏了 第二回合呢 贏的是超商 再來呢 是飯糰跟那個 超商跟超商評比 所以就不算了 第四回合呢 就是超商的評比 所以呢 超商在這邊呢 就贏了 一回合而已 然後呢 店家的好吃的美食 贏了兩回合 所以呢 整體下來說呢 超商CP值也很高 價位認真比的話 也沒有比店家 還要再貴那麼多 但裡面的確是 料跟量的方面 會是有差別的 所以呢 我覺得今天的 東西 都不錯吃 但取決於 便利性的話呢 我們今天的開箱 讓大家參考啦 不管你喜歡吃哪一種東西 哪一種料理 反正呢 然後價位方面 因為我們剛剛第一樣 都已經破敗了嘛 所以呢 超商來說也並沒有不好 那今天的呢 店家略勝一籌 好啦 如果大家想要看 我們開箱什麼東西的話呢 可以下面留言 或是你有什麼推薦 好吃的店家 想要叫我們去吃看看的話呢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喜歡影片的話 請別忘了一定要 按讚 訂閱 打開小鈴鐺 我們下支影片再見囉 掰掰